大家好 歡迎回到你們《望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0年的11月14日 星期六 已經接近晚上時間了 今次有我許樂餐 還有馬來西亞的奇諾李偉近 大馬Sir 馬來勁 各位網友好 澳洲紅隻餅 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小白熊社長 Raymond Wong 大家好 紐西蘭的義德台仰 小菠蘿 大家好 記得LIKE我們這段影片 最重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曬冷氣散活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家產生可能都快要起床了 因為今天星期六 一覺醒來都沒有那麼多東西會變天 他這個星期都經歷了很多失眠 心煩 自信都在的 不是缺乏自信 所以不用太太口服 例如可能一睡醒 原來全部已經是DQ 一睡醒 原來全部都總辭 原來已經交了信 還是怎樣 原來我們這個星期回顧一下這一週 家產生說這星期一張張開眼 因為他很勤力 一起來就會立即看看 我們有什麼時事 有什麼最新的資料還是怎樣 是不是好像大馬上放下去的 有一張王孟靜那張照片 托著一張黃色的傘 那個呢 等一下我貼去汪香布 我都很恐怖 一打開手機看到這個 哇 嚇到差點暈了 還有一張都很驚人的 就是許之峰 隔著那個玻璃鏡 有些反光的 是 但是他整個人是 很陰沉的 一向都陰沉的 就是 即是毛婆那張 其實他那把傘剛剛遮著頸 特意的 哈哈哈哈 遮了一部分 哈哈哈哈 他打算拿一把直尺来量度颈,下次再拿一把弯尺来量度 那个遮掩柄勾住这条颈,他勾你,你说什么都勾住你的颈 扯你过来说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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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那我们今次要讲一下DQ4的问题,当然啦,其实看这帮人都是屁股的 每个人都想卷土重来,究竟是卷土重来还是卷脊进棺材呢? 有脊子就不用棺材了,没有棺材才用草脊 哦,这样,对啊,撈乱了,一时信口,不要紧要,算了,给一个纸板棺材 有些有点点的意味,在那个乌叉国家旗,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 有点点这个方面的苗头看到,我们待会节目的后段会讲一下 好了,唐英年就走出来讲一下,相当风骚啦,嘿嘿嘿,给一些建议他们啦 这个颜色社会有洗底计划 原来现在这帮叫做黄色都有叫洗底计划 其实黄色要洗底真的很难的 我们看那个人血章,就是龙门冰室局的,洗到衣架 洗到,洗到,洗凉洗很多次啊 可能他经常洗完凉都说 哎呀,洗完凉都觉得自己的身好像黄金那样 黄金那样,血腥味啊 还以为自己有些什么流血的还是怎样的 那一条旧的底裤黄了呢 你要洗回它,变回白正呢,就没可能了 洗到会坏了,洗到会坏了,洗到会坏了 就是会换个身的,漂白水票员是更加黄的 可能没有了一些积极,但是会越漂越黄的 整条都黄,是啦 就是这样啦,不如买个条啦 你都不知道了,你们想怎样的喔 其实可以表明一点点 现在呢,唐英年啦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安平三鹿丁呢 就误出了这个道理喔 就想到洗底计划给这帮DQ4,挺搞笑的 如果唐英年这个计划呢 洗底计划呢 可以隐身到那些什么东西 初选 泛民初选赢了,但是又被DQ那帮呢 都可能有机会可以去试一下 那继续讲一下啦 方法是什么呢? 方法是什么,那就要讲一下啦 哎呀,有些人就问一下啦,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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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这四个人可不可以再参选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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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要交回选举主任决定的喔 就认为这四个人要说服到自己 不是跟这个中央政府和基本法作对才行的喔 其实不是说服自己的 其实要他们自己的心里面是那一套 但是起碼要過得到選舉主任的關 有個魔性 叫做害香港的魔種 其實我也知道是很難洗得掉的 但是你怎樣也要 換面功夫 或者做得出來 讓人知道你不是要對著幹才行 所以說要獻計 你們可以透過一些舉動去洗底 就說你們最喜歡搞什麼差事 聯署還是怎樣 很喜歡有什麼 給信哪裏 又說跟美國 或者不同的國家 歐盟 你很喜歡給信他們 得到哪一個議員回覆 就已經相當開心了 差點沒有想架 傷棄 建議你們 叫他們可以寫一封信 給這個亞美利堅合中共的政府 給他們一些相關部門 要跟他們說悔過書 就覺得 哎呀 我之前又叫你們制裁 又是香港沒有人權 快點制裁去香港怎樣怎樣 通過某些法案才好 快點怎樣怎樣 求求你 那些 叫他們寫一封信 就說 哦 我們都覺得我們以前這樣做是相當之錯 其實就不需要的 收回吧 是的 收回我之前所說的東西 其實香港現在民主方面都可以的 你們自己先顧好自己 不需要我們怎樣的了 當我之前沒有說過 抱歉抱歉 或者是粉筆字抹了他 不需要再做些什麼了 香港是受不起攬炒的 類似這樣 這些我加了一點點 就是要感性點 理性點 俱備才行的 如果這樣的話 郭榮鏗他們承判又要去一次美國了 最好就是 再找那些國會議員出來 對不起 之前說的東西 當我份不字抹了他 不要再制裁香港了 求求你了 拍這些這樣的視頻 做這些這樣的動作 這樣可能可以取悉到小部分人的 尝試不幫他們 不可能的 實際上不可能的 唐英年他講這種說法 是玩他們的 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那時候的唐公問題 到現在不是一樣被人說的 我們有時候都會拿起來說 就是泳池有一個透明頂 坐在地底的時候看著那些女兒在游泳 是不是 很棒 還要不准人家遊貝詠 要遊貝詠 一定要 除了他老婆之外 他老婆一定要遊貝詠 貝詠 沒錯 他媽媽 家人都要 很不知道 對不起 我突然不知道他媽媽見不見 忘記了 不好意思 我也不想笑唐英年 其實他聽過一個前輩說話 很有趣的 他那時候跟梁振英先生 爭這個特首大位的時候 唐英年是周圍跟人說 他是做硬特首的 他是做硬的 已經定了是他的 為什麼定了是他 因為他媽媽說的 這樣嗎 這樣 這樣 外面是這樣傳 這個好像大班說過 是嗎 是 我不是聽大班說的 我不是聽大班說的 但是外面是經常有人這樣說的 那個時候 他是挺有趣的 這個 那個時候 剛才我們說什麼 昂平 昂平三六零 真必師應該都聽了什麼三六零 他那時候就是 好像說 等於是他在昂平三六零 要主持這個開幕禮 可能講完中文之後 他就要講一段 用英文來講 對 不要再講 三六零 人家是不明白的 笑爆嘴 三六零 也好一點 人家不明白什麼叫三六零 他還說了幾次 然後周梁淑儀是受不了 也受不了 就去拍一拍 不好意思 不是三六零 說到鬼佬在場 就是爭論和什麼六零 這個六零 LOK的六零 你說 那個昂平三六零的記憶 還在大家的腦海裡 是 你不小 嚴重到 我現在六零的時候 都會想起唐英年 他就說獻計給他們 寫個悔過書 撤回這些言論 或者撤回 對香港和中國不利的政策 他們當時很開心 但是統領簽了那個 什麼人權什麼法案 開心得在中環開派對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又是你見過我們簽的 叫我們起草這份東西的 簽完這個 撕了它 碎了它 怎麼搞的 你知道我什麼 我給你做好嗎 總統 你做完它 是不是 為什麼 為了議員仔職位 你是叫我大統領 在那裡 改來改去 是吧 一巴掌 所以 社長說 沒得洗 沒得辦 這些 然後 唐英年說的 都挺有趣的 然後又說 你們 這四百萬的新津 是要為人民服務的 就說對於泛民的總辭 就相當失望 其實它令人沒有那麼失望 已經是非常好的事 不要搞什麼 腐爛的盆災 又衝出主席台 黃碧雲那些 都老勇武 不應該這樣 是吧 說回 唐英年 就和幾十個 這個港區全國政協 在開會的時候 就說起這個人大這個決定 當然 唐英年一定會說支持 沒有理會說不支持 就說覺得 這些民選的議員 就應該盡心盡力的 就為香港人 就謀福祉 和長遠的計劃 拿得四百萬 當然要為人民服務的 唐英年 他都好像有一點 不太熟悉 他說這四個人 就多次公開宣揚港獨 他們說明自己不贊成港獨 但是呢 又做其他一些影響到 或者可能會被選舉主 和DQ的行為為主 這個就有了 一定有 要求外國干預香港事務 有人 直接去到華盛頓 不是吃蘋果 和某國的官員和政界會面 要求某方制裁香港 行為和議員的身份 不相符 看到那些網友擺出來 是之前呢 除了譚文豪之外 斬樹莊都有份 有一封信 聯合社 郭家琪都有一個 因為零零細細的名字 有一個DR 就說叫他們 給亞美尼堅那邊的 叫他們 快些 香港的民主 人權問題 很嚴重 中國 快些 過這個什麼什麼法案 快些制裁香港 要怎麼怎麼做 哇 你這樣 白字黑字很難 你重新再寫一封 完全相反的 相反意思的信 去給亞美尼堅合眾國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的事 現在不是小孩子玩黎沙 雖然他們的行徑是差不多 那麽違反了 唐英寧的說 違反了 這個叫做政治倫理 被DQ都是順理成章的 那麽形容 這個人大決定 是重要的 合時的 畫下這個底線 也畫下這個規矩 是吧 就說 其實看到呢 都支持這個人大的決定的 我想都是的 其實有些 那麽泛民的支持者 都很贊成這個決定 就是忍他們 頂他們不住 就是覺得他們 婆婆媽媽做來做去 都是想在這裏 繼續捋地不走 就是有些支持她的人 都支持不住 就是這樣 去了很久了 很久以前叫他們總辭 叫了十年之後 去到今時今刻 個個都懶得理你 你才說來總辭 是啊 現在我們幾個地方 你問我吧 我今天已經見不到 有講他們總辭的那些 第一天都還有的 就是 第二天都還見到的 什麼什麼屠刀 屠龍刀的屠 一百刀的刀 哎呀屠刀啊 剁了很多個 他們自己走的 是不是 要講一下 沒有人剁它 他們自己走 他們自己走 對 疑天劍在那裡 對 疑天劍在那裡 周知若告 怎麼樣 大馬Sir 你那邊有沒有講一下這件事 講一下你們 不做這裏的那些 好像不多國 都是講回 如果講外國消息 始終都是講回美國那裏的比較多的 我這邊也是 都是講美國那裏的 我們也是 那台仰和社長呢 我在電台聽過兩分鐘的報道 真的兩分鐘 很多的了 你香港算是什麼地方 就是現在這樣的情況 是 不算是什麼地方 嚴格來說 電視也有報的 新西蘭 兩分鐘 一節 應該是昨天或者前天 這兩天已經沒有報了 報來報去那些什麼 什麼 什麼 香港人在什麼什麼 香港人在什麼什麼 那些 是 報那些都是報移民 香港人移民 移民過來是怎樣怎樣 通常都是講兩句 跳下去移民環節 究竟是怎樣的 通常都是這樣 那我們繼續再講一下 現在 接下來 應該這樣講 回帶一點 國家奇蹟搞笑 我們今次稍後時間會講一下 他就出席這個 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 接受一個訪問 和胡桃智偉在一起 竟然這樣講 真是 信他真的豬那都會上市 有 曾經 我們 裡面有 公民黨的成員 曾經 期望 和 怎樣 期望 對美方外交交涉 叫他 不要輕易制裁香港 我剛才說完 你聯合幾個立法會員寫信 叫他快 那些人 他們爭取回來的 然後你跟我說 哎呀 有人說不好 那是怎樣 那些人 知道自己玩大了 壞了 壞了 壞得很帥 才開始縮了 哎呀 其實我叫個人 不叫 阿美利堅那邊 就不要 合眾國那邊 就不要這麼輕易做香港 因為香港受不住經濟的打擊 只不過當時沒有跟別人講 你說什麼都可以 我貼到六合彩中幾號 我沒有買 他們現在真的受到經濟打擊 哈哈 他們個個都是 是不是瘋了 只不過 香港受不住打擊 你們說要攬炒 那張香港 是不是 你攬炒的時候 香港那些是什麼 不是經濟打擊是什麼 是不是 沒有向外透露 就說公民黨都希望香港的亂局會停的 你們是始作勇者 我們走到現場的 什麼警暴 什麼的 譚文豪那些 譚文豪都中過幾次胡椒噴霧 胡椒蠔 變了 黑椒蠔 那些 就是吃的 黑椒炒蠔 藍色水炮 是呀 是呀 阿凡達 阿凡達 就說 希望對方 可以在外交途徑 可以跟中方 在香港交涉一下 還是怎樣 嘩 突然說到自己這麼偉大 叫人不要制裁香港 變了建制的那些說話 是不是 那時候經常都說 某國那方面 不要經常說制裁香港 怎樣怎樣 其實是假的 你現在說 其實我們也有說的 叫人不要制裁香港 好老實 你照一下鏡子 你自己在哪位 是不是 會不會聽到公民黨就會去制裁呢 會不會聽到公民黨這三個字呢 就不制裁呢 你老幾呀公民黨 不是呀 你說手術刀 人家有飛機 帶這個 笨笨的 是不是 什麼都有啊 真的 不用客氣 還有還有 就是很老實 你稱一下自己什麼 什麼料先 是不是 你是公民黨裡面其中一個 總要是你說不出那個編委 公民黨裡面有個成員 是不是 是嗎 那後來再報多一點點 跟他一起出席這個電台節目 《聲簡電台節目》的胡志偉都說 如果因為犯錯 而招致別人制裁 那就再找這個代罪羔羊 反映到這個政權是橫萬無理呀 你真是很老實 但是那個制裁呢 雖然你說什麼 我推動啊 還是怎樣啊 我覺得不是因為你 而令到亞美尼堅合眾國的大統領會簽這份 Come on 不要看得自己太高 Come on James 笑死的給這幫人 真是看到自己的天這麼大 好啦 不如這樣 我們暫時今次一定來這裡 那我們一起有機會 就一起去錄鏈了 三錄鏈 安平三錄鏈 丹麥先生有沒有去過 沒有 下次有機會呢 一起去香港 帶你去這個 都挺久的 整條路線都 我去過兩次 坐纜車 我第二次坐纜車 那個纜車 我坐到睡著 是嗎 哦這樣 鞍鞍拼三錄鏈 除了鞍拼三錄鏈 除了鞍拼三錄鏈之外 還有一個人 就叫做王誠之 欣問力量 黃玉問 所以这些是很小事,因为他英文少讲 你看到唐英莲和汪星芝儿,他们都是少讲英文 所以都是地道,香港人 算了,他们这次都是这样,目标是一脏功成万骨夫 好了,我们这一节暂时在这里 除了一脏功成万骨夫之外,还有一元都可以吃冬菇 谢谢大家,拜拜